現在華東的車票一直都很購買 在普悠也好 加入營運之後 這個狀況好像也沒什麼改善 現在民眾在外貪說買無票 不過透過這個臉書 現在有人在車票 台中有一個粉絲專頁 說多了一點錢 有人就能幫你買到車票 現在表示他們去連路 這個鐵路警察了解 比較少發現是穩穩票 就會來出發 台北車票買票大天 早上來這麼多買票賓獎 在台東的用休假 已經連三兩天找車票 就是希望能順利買到台東的車票 其實我昨天晚上就來這裡拍了 然後就是拍不到 我在網路上也訂不到票 資訊不對稱 如果公布的時間我晚知道 那就被訂光了 台東花東三的車票很難買 很想已經很久了 普悠也 自己民運之後 賓獎去台東有改善 結果也是看得到買不到 現在連續出現一個車票 台東變成專頁 這邊清楚下到 台北花蓮台東普雄馬 泰魯格 主要去共和台東貨部 共調都採用連續 先是接受電票人部 電到票後會開 入府北中賓獎來賣 而且只要用票賓介紹另外的5% 出售會到保證有位 規定就是如果是加價出售 突利的當然它是有防油的行為 那這個認定我們還是要請這個檢警單位 有公權力的單位來做一個移送的動作 導致連續公開 賓獎票跟算違法 代替表示 會能夠入境單位對手 那是發言買獎票加價在那邊 也就是換保證董 第一道理的人 會按照獎票賓上手 換每一張獎票 介紹十倍換款 那是用違法天使大量頂票的人 上次會等會先代票50萬 記者總括得 再見